推了對方一把在車子裡爆發衝突 問蔣整個人爬到後座和白衣男乘客互殴 司機被打到流血報案求助 原來這名45歲的陳姓乘客 上個月25號清晨5點多 和朋友聚餐喝酒後 在台北市萬華西元路和和平路口 攔車要回家 怎麼會車還沒開 就和司機爆發衝突 全因為這個要求 當時乘客在這個路口攔下計程車 他要求司機回轉 但這裡屬於禁止回轉的路口 司機不想違規 雙方言不合和他爆發肢體衝突 誠心乘客要求回轉被拒絕 嗆瞎不要這麼懶 引發司機不滿回嗆 不做就下車 雙方最後打成一團 乘客幾名朋友聽到爭吵聲 趕緊到車子旁查看 沒想到其中一個人繞到駕駛座旁 補了好幾拳 不知雙方都掛踩 計程車後座車窗也被打破 動手的乘客和助陣的張姓友人 被傷害和毀損罪送辦 雙方也決定互告傷害 TVBS新聞連玉米郭穎 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